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,随助选战接近,台北市长柯文哲网络行销越来越多,就有台北市议员质疑,台北市政府在世界大学运动会后,砸了567万元做网红行销,还要求在选前验收,根本把行政资源当作个人竞选经费。 柯文哲今天下午回腔,嘴巴在人家身上,要讲什么他也没办法,柯文哲说,北市府用来宣传预算的钱就是这么多,只差是放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,反正也没有多边市政宣传的费用,只是以前买电视,买报纸,现在就移到网红。 他猜,随助时代进行,分配的比例一定会慢慢往社群媒体移动。 议员质疑,柯文哲找网红合作,标案经费都刚好在10万元以下,都属于可不用公开招标,但对于市府来说,恐违反行政中立原则。 柯文哲说,这是因为网红价钱都比较便宜,网红很少要10万元以上,可是买保值广告每个都50万,50万,100万元。